这是飞仙之光 果然与仙道的关 我要闭关 以天地为炉 以诸天万岛为火 焚出生亡 闭关怎么能闭上大动家 是他引发的这等异象吗 这是修为又有突破 还想突破弹何容易 继续突破 你想修出第二道仙气 好大的气魄 好大的怨心 是你 心意呢 你把他如何了 今日我要借你之身 除我心魔 看来是在争夺身体 难得的反击机会 仙气已现 你为何还要拒绝 你既然抵住 那我就偏要饶你心神 我也是 看来只能再寻机缘了 诸位 我们他日再见 接下来 你们是何打算 我自然是寻游各小千世界 寻找机缘咯 那你带上这东西吧 放在我这也没用 也好 对着仙气 说不准更容易踏出那一步 你呢 我得跟着他 论搜集圣药 他是没人比得过这家伙 我要去找月产 我和他之间 必须做个了断 那我陪你去 不 这终究是我和他之间的事 必须由我们二人解决 你呢 我打算继续闭关 熬练几身 争取修炼出第二道仙气 可暂时还没想好地方 不如去寒剑 那里三寒刺骨 也许可以抵消 你熬练时炽热的道火 嗯 好主意 你先别忙着去 先前几番大战 仙谷里恨你的人多了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了 寒界环境险恶 行踪一旦暴露 你必然不得安宁 更别贪修炼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去三千青石接一趟 去当靶子 优优独播剧场 大人 有人看到 十号刺客就在三千青石接上 你将此消息散播四方 咱们再视情况而同 多神子 你看到了吗 我来为你复仇了 多说无意 王就躲在阵中 咱们进宫 我来 呜呜呜 呜 怕什么 这还显然已进入悟道的关键时刻 要不然怎会权无反应 这法针越是森严 说明它越是难以自保 冲 呃啊啊啊 皇 你也有今天 啊 王,是你心狠手辣,这次也是死到临头了 今日,开你命放我手 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 不好,是陷阱 快放过 王,还与你不共在天 王,还与你不共在地 王,我和你不共在地 王,还与你不共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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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芈云大法利做出的影像之声 真的能骗过他们的天眼吗 有我部下的隐阵 什么天眼都能骗过 那走近了一公斤 我还是会露馅儿吗 走近了 还有更大的惊喜哦 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人 也不知道你们和韩姐比 哪个更可怕 为何会有这么多冰雕啊 他们 他们是人 这些人是被冻死的 服事皆相似 这应该是一整个部族的人都在这 看他们的表情 似乎都在期待着什么好事 却不料被瞬间冰封 全部陨落 这些人里面不乏真实 这么多人 应该不是外来的 估计是此地的原住民 有谁能瞬间冻出这么多真实 快来 这里有座祭坛 估计是 仙道七夕 估计是 是不是越来越冷啊 伏豪 这寒气能侵入神魂 冰封十海 如果我没有修书仙气 想来也和他们一样了 天方 被你害惨了 小兜子 打山石 我经过冰封雷劫 你有冰封疾寒 我有赤阳雷霆 幸好有你在 我再也不乱吃这鸡胎食 也不乱打喷嚏了 此事应该与你无关 我想方才经历的一切 应该都是原住民当年遭遇的攻击鱼波而已 鱼波就已如此 这鱼波为什么选择我们 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因为我身上的仙道气息 你是说这灾祸 是奔着仙道气息来的 那些仙古原住民 和仙道气息之间也有关系 他竟强大到了如此程度 即便面对仙殿禁忌之法 正面对决 也不落下风 久死不灭 磨身久命 开场就限出此数 这个低冲是想速战速决啊 九个脑袋 生命力道挺顽强 我这血脉 可护佑我不死不灭 生生不息 以他的战力 怎会让对方轻易复燃 难道是在用敌 轻衣并如今方之念 谨防有诈 果然有诡计 想来若此时发现这疾瘩 一定会贪功冒进 好 那就给你些希望 人仙显化 人仙显化 他怎么仿佛能预判我的招需 小心 他所用的人仙印 乃是仙殿镇教绝学 其中约含仙道法则 此身心中惊慌 定是战机已现 用内招 他并难逃脱 你太可破碍了 先王九凤 走 糟了 那地冲故意以仙仙印 引我出言提醒 却暗藏了其他可敌手段 神 不但去预判招式 就能我的行动路线解克预判 这家伙怎么能预测战局呀 难不成是修成了他心通 不 不是他心通 不然前方闭关时 又怎会延续上当 可此战他又为何能料敌心机 宛若事事先知 看来你不但受了地冲之命 还得了岳禅指教 仙子心死熟练 道成非诚 我不敢再开口多说 责罪了 岳禅 在他人正面对决之际 却躲在暗处 通过窥探我的情绪暗中相助 这岂是盛起仙才所为 来 你自甘堕落 道西蒙尘 我住道有镇压醉血大凶 也是为了早日救赎你 回归圣教 你看 看来是利用了主刺身心意相通的手段 轻衣对我了解更多 而她潜伏在侧 通过探查轻衣的情绪 来判断我是示弱又敌 还是全力以赴 同时屏蔽轻衣的感言 让她无法察觉出身在侧 不愧是先殿 本以为你作为正式传人 比黄语那种不一会要心脸颠 想不到暗中找人相助 从开始就没打算公平一战 她虽封闭了感知 但我确认其绝无荒乱情绪 小心 要必重定还有非常手段 你的提醒已经晚了 你拿出来吧 你踏出了那一步 哼 虽只是仙物 但对付你 绰绰有余 在这仙谷之内 可没有师门可以脱避 你唯一的依靠 眼看就要待我 到时 凌翁也将神差距离 真正露出那一步 那仙物影响的时候 轻衣之忐忑丹欧绝非伪尽 那时候以继权 快创送追击 还想为师门报仇吗 怕是你今日报仇不成 反倒会让你的帅尾的师门 彻底断绝了船程 去 以仙物为主 先锋突破 轮回宝树 轮回宝树 此番自负的是你 敢如此冒险 受死吧 我乃行殿传人 你不过下棋一散秀 那更是明朗 那更是明朗 你的无能不满地 行你前来 就是为当众斩你 这是你先殿纵狼狂与下界 欺压众生的爆炎 怎会 刚刚力冲释放仙物之时 我已察觉到 不像身体有了变化 虽不知究竟 但看其惊而不慌 想来是意外之喜 你知我能感应你的情绪 就将计就计 偿尽 倩仪看破了你我之机 我无力助你了 你也不死 今日怕是有九条命远够 我乃当时第一天骄 我输给你 这魔殿 先血染 射 不过一道投影 就能改变什么 这魔殿中 你之行动将受阻 而我之实力 将越来越强 终究不是真正仙气 你 差远了 你不妨回头看看 赛普大烟 此处空间有限 看你如何躲避 巨石阵支阵压 此巨石阵电阵压你不可 也可不断齐取你法力 唯我左右 此时可有后悔 不该招惹先电这样的大叫 这燃烧鲜血的法门 看你一个多久 先日燃尽这些仙血 一定要斩你 仙物巨灵 灭 这仙物集体与山西光明 只需可以赢 不枉我燃烧本源 总算赢了 大乡 不贵 体内这啵啵声息 这香物虽淡 却有洗簷神性 生巴万物的神效 受此一击竟无神损伤 怪不得刚刚得到心里侵染 竟引得知分解复苏 狄冲 多谢你此前送上后悔 你 你怎会突然实力大涨 知分解复苏后 好似所有保守的实力都有所提升 他刚刚是故意是我一剑 你是借我之仙物 起活了什么力量 只是借此契机体会先到气息 我说了 这次就是为了当众战役 昆鹏傲夜 割裂虚空 我说了 我说这次是一剑 怕掉了 我说这次是一剑 团柄 韩清还保留了如此通天手段 上苍之手 我求命不死你即便一时得逝也无法斩我 那正好 新仇旧账一起清算 剑来 这一场 未知最一脉的老道主复仇 这一场 未完成我实践仙殿传人得者的使命 青铜之画 展放 又是子季 如今我已点燃神火 怎如此不再次见身 那还是由不得你 表演结束了 以仙殿自诩主宰一切 如今你之生死却在我手 这最后一战 只是我看你不熟 鲜血占青铜 人 若你继之于此 那可以上路了 这一场 呦 是不是不能复活 有命不死只是行人作用 你孤注一掷 将剩机压在些许阴谋上 如今几年已经崩枯了 根本不值得我来出手 就尝尝自己的手段吧 好 我先变 事生此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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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 走 走 回下 帝 杂根仙谷不知岁月 我都快忘了这个姓氏了 好吧 我也该再换一句肉身了 顺便替你报仇